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学问 论深度啊 亚里士多德可能不及他的老师布拉图 但是论广度啊 亚里士多德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 在深随的哲学问题上 亚里士多德非常有主见 你肯定知道他那句名言 五爱五失 五更爱真理 他在很多著作当中含蓄地批评了自己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呢 无所不包 神学 贤而上学 逻辑学 天文学 物理学 政治学 伦理学 植物学 动物学 他就是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 论深度啊 其他古老文明里边不难找到和柏拉图相匹敌的人物 比如说中国的老子 孔子 印度的佛陀 基督教的耶稣 但是论广度啊 其他古老文明里边真的很难找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 不仅如此 亚里士多德一直保持着科学家的好奇心 所有东西他都想看看 自己分析 他主要不是待在书斋里边苦思冥想 而是在整个希腊世界旅行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很贴心 知道老师想要穷尽整个世界的知识 但是在东京达到亚洲的时候 万里迢迢把植物动物的标本送回雅典给老师研究 学生的控制范围超出了希腊世界 帮助老师成就了百科全书 除了亚里士多德本人好奇心驱动之外啊 他必须心存一个世界性的知识框架 才可能把海量的知识分门别类 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家有十本书 你把它们随便扔哪儿 享用的时候随时都能找到 但是你要是有一万本书呢 如果不按照某种分门别类的方法把它规制好 你想用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 从这个角度上看 亚里士多德不是古希腊知识宝库的图书馆理员 他是这个图书馆的设计者 有了他 你手中才有图书检索号 才能够在迷宫一般的书库里找到你想要的那本书 古希腊有很多哲学家 科学家没有写下著作 即便写下呢 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流失了 他们之所以还被我们知道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他们 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他的出生有关系 对比一下柏拉图可能会更清楚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的名门望族 是希腊文明最核心的地方 他以希腊文明核心代言人自举 亚里士多德呢 出生在边陲小城斯塔吉拉 虽然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御医 他本人也受到宫廷优待 后来还成了帝师 但是他对自己的边缘人身份一直是比较在意的 所以他想进入希腊文明的核心去汲取他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创立自己的学派之前 在马其顿当了八年的帝师 他的学生亚里山大后来不仅征服了希腊全境 还征服了波斯 巴比伦 埃及 印度 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 这里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北部边陲的小国马其顿 横扫了整个世界 其实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复杂 想想我们的秦国 一统天下不可能是传统大国 像齐国 晋国这样 而是来自边缘的国家 他既对天下心向往之 又没有太多的规矩束缚 想加入大国俱乐部 只有例行改革 富国强兵 用实力说话 马其顿的商鞅变法 其实在亚里山大的父亲手里边就完成了 他留给亚里山大的是非常高效的国家和军队 亚里山大本人在18岁的时候 就已经显示出非常卓越的军事才能 一生从未吃过败仗 军事史家评论亚里山大的军事天才时 曾经这么说 项羽善于战斗 韩信善于战术 刘邦善于大战略 而亚里山大是三者兼备 亚里山大征战的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 我跟你分享一下他对西方文明的共性 一方面他热爱希腊 把希腊文明洒向了全世界 另外一方面他又开始琢磨 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的融合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 也就是传播 有很多证据表明 亚里山大是希腊文明的深度热爱者 比如说他喜欢和马史诗 他就在征战的途中 非要去落实一下故事的地点 平掉一下阿卡留斯 他在埃及 兴建了亚里山大里亚这个城市 修建了博物院和图书馆 自那以后 亚里山大里亚一直是西方学术的重镇 他所到之处都在传播希腊的文化 简直就是希腊文明的播种机 他万里迢迢的给老师送科研材料 也证明了他对希腊学问的高度认同 不过呢 随着和亚洲各国交往的深入 亚里山大发现 传统观念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希腊人骄傲的认为自己是文明人 其他人都是野蛮人 尤其亚洲人都是野蛮人 亚里索德甚至把这种观念 上升到一种正体理论 他认为文明意味着自由 而野蛮人呢 只有一个主人 其他所有人都是奴隶 这就叫专制 自由属于希腊 专制属于东方 专制就是野蛮的 亚里索德曾经吩咐亚里山大 做希腊人的领袖 做野蛮人的主人 但是亚里山大却发现 无论是波斯人 印度人 埃及人都不是那么野蛮 他们的文明程度也很高 必须将他们收为己用 所以他制定了一系列 东西融合的措施 比如他自己就娶了亚洲的公主 还鼓励部下和异族通婚 再比如他开始接受东方君主的礼仪 把马其顿的士兵和波斯士兵混编 他的措施已经超出了老师的眼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 本讲的核心问题了 为什么亚里索德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 却没有预见学生已经实现的未来 为什么他没有预见 亚里山大开创的帝国时代 亚里山大33岁 英年早逝 亚里索德呢 比他去世还晚一年 他经历了学生横扫天下的整个过程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评论 政治上的考虑呢 恐怕是有的 为了不触怒和亚里山大交战的雅典人 亚里索德多谈国事 后来亚里山大死后呢 亚里索德也就被雅典人指控 亵渎神灵 不过呢 他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慷慨赴死 而是选择了逃亡 之后一年便去世了 我认为啊 亚里索德没有预见他学生的丰功伪迹 最重要的原因是内营 亚里索德仍然停留在 希腊人以城邦为单位的 那个世界当中 他没有办法想象 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 是什么样子的 按照他的套路 亚里山大就只能做野蛮人的主人 文明是最大的自我界限 聪明博学如亚里索德 都跳不出这个坑 越是热爱自己的文明 越会把它当成天经地义 越缺乏对他的反思 遇到意志文明冲击的时候 就越容易傻眼 中国最初遇到西方的时候 也遭遇过这种窘境 推荐你去看看毛海健先生的 天朝的崩溃 对意志文化的开放 包容尊重和理解 实际上决定了一个文明的高度 有时候甚至决定了他的存亡 那么问题又来了 亚里山大比老师见过更大的世面 而且有所行动了 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 而是长命百岁 他会成为西方的秦始皇吗 西方会像中国一样 变成大一统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亚里山大也没有这个能力 这不是因为他英年早逝 而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当时的政治想象和政治工具 不足以支持大一统 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古希腊的政治格局 是城邦灵力 不是大一统 最重要的原因是 小国寡民提供不了 治理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和策略 如果古希腊拿不出这些东西 亚里山大都没想出这些东西 他的学生在胜利之后 怎么能够立马拿出这些东西来呢 我带你看看亚里山大死后的西方 你就明白了 经过残酷的拼杀 亚里山大的帝国最终一分为三 这些个国王们 都是用军管的方式来统治的 这个时代叫希腊化 希腊化时代里边 希腊文化在政治控制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传播 政治控制有限呢 就是因为国王们的统治 无法从战争形态进入到行政 法律 文化的日常管理 秦始皇做到了 有官吏队伍 严刑郡法 车同文 书同轨 甚至焚书坑儒 希腊化这些国王完全做不到 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亚里山大即便不早死 即便再英明神武 有些事情啊 他是做不到的 这样的王国看起来很庞大 其实没有落地生根 所以后来罗马人来了 他们也就乖乖投降了 回头来看 亚里索德和亚里山大之间的这个断层啊 是西方文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断层 是城邦时代和帝国时代之间的断层 老师还停留在城邦阶段 学生开创了帝国时代 但是呢 他还远远不足以将它完成 好 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 亚里索德呢 是古希腊学问的极大成者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预见到自己学生 亚里山大开创的新时代 因为他跳不出文明自我设定的界限 英明神武的亚里山大呢 即便是长命百岁了 也还是治理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因为当时的西方根本就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治理庞大帝国的政治智慧 从这个角度看 罗马人非常伟大 使他们为西方提供了古代条件下 治理大规模共同体的成功经验 下一个单元 我就带你去看罗马 看看他的兴衰存亡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